大家好 今天我想和大家講講 食環署執法所反映的背後管治理念 最近大家都聽到一則令人憤怒的消息 就是一個一蚊子皮婆婆 因為賣了一蚊子皮 被食環署拉了上警署 用盡他身上剩下的錢去保息 之後還要等候上法庭 這次也不是單一事件 我們從1998年慢慢講起 當1999年還未是食環署 那時候負責小販執法的市政總署 2000年才改租食環署 1998年有個76歲的肉器小販 被捕了之後在法庭判充公兩百件肉器 他當情自焚身亡 1999年的時候 有一位老虎 他賣蛋的時候 向一個年老小販買蛋的時候 小販因為為了走鬼 就放下蛋走了 那個本來在賣蛋的老虎 就被當時的市政總署冤他 說他賣蛋 老虎否認的時候 他竟然說你不是賣蛋 那你是偷蛋 最後呢 就要三百元保息 之後呢 之後揭發出來 原來這位被屈賣蛋的婆婆呢 是一位知名足球評述員的母親 事件就罵大了之後又不了了之了 不過呢 當局又沒有為這件事道歉的 2006年的時候呢 天水維一位65歲的小販因為 逃避這個食環署追捕的時候呢 就跳了到河裡 在明渠那裡呢 就浸死了 去2010年的時候呢 觀塘一位74歲的老虎 行動不便 有腳痛高血壓白內障 就在街邊賣指甲鉗幫倒加計 就被食環署圍 要拘捕他 充公 而當時呢 有一個七十歲的 仗義阿伯呢 就出來幫這個老虎出頭 結果呢 就被控襲擊和妨礙公職人員 執行職務 就拘捕了他 激壓了十個小時 到2010年的時候呢 又有一個叫做雪糕仔 賣雪糕仔的小販呢 就被食環署告他 說違規賣三十支珍寶珠 最後上法庭之後呢 裁判官呢 是象徵式罰了他一百元 也都認為食環署的處事是不當的 2011年呢 雞蛋仔伯伯 他做炭燒雞蛋仔呢 就很出名的 又是被食環署 拉了 當時呢 就引發 接近一百個街坊和市民呢 聲援包圍食環署的人 就是理論的 到2015年了 就有一位伯伯 在沙田的曾大屋邨 義務幫街坊維修單車 因為收了十元的零件費 是零件費 不是任何服務費 也不是任何的買賣 純粹是十元的零件費呢 就被控左階和無牌販賣的 裁判官的食環署人員 檢取事主近七十元維修工具 對此感到差異 2015年 又是一個食物工場的兼職女工 送外賣去到一間中學的時候 就被食環署人員告他無牌 擺賣和左階 只是送飯 就說他無牌 買賣和左階 第二年法庭指食環署人員公辭有誇張 就裁定女工罪名不成立 2016年 一位連過七十的清潔女工 因為倒水到坑渠那裏 就被食環署人員飄空 即時罰他一千五百元 女工嚇到當場大哭 他每個月的薪金只不過是八千三百元 好了 2017年 就是最近這一宗 就是一元紙皮陀婆事件 大家都看回過去接近二十年 我們見到 執法當局 他無論是 他對小販 或者是對社會上一些弱勢的人士 那個執法 就是 凌枉 無縱 而且是從嚴 從緊的 而我們見到周街水貨客 周街的地產商旗下的電訊公司 左街賺錢 就完全是不執法 甚至你覺得食環署那些 可以是故意掃除一些小販 而給他們這一些水貨客 或者是電訊集團的兒子 去賺錢的 官商配合 為什麼會這樣呢 看來真是二十年來 他政府的管治理念 就是反映了一件事 他們完全是為了大財團 賺錢而去管治香港的 那這些年老 被視為是沒有經濟效益的人 最好呢 再通過執法的方式 將他們掃到床下底 自生自滅 話之你死 你就算自己有少少氣力 年紀老賣 去自食其力 都不給 這個是什麼的管治理念呢 無恥 無恥 無良 不要以為這樣就可以 令到社會和諧 見眼不見為乾淨的 愚蠢的 不要不記得 2015年旺角 新年期間的那個騷動 都是由食環署 掃蕩小販開始的 你如果這種 這麼無良無恥的管治理念 繼續下去的話 社會是沒有可能和諧的 火 遲早一定燒到 你們當權的人手上